下一个作品是 哈喽 《厂状元》 方哥 所说 下班了 看书呢 天方 今天得到你请客了吧 我请 所谓 天方在 天方在 开门没呢 来了 来 赶紧给我来俩汽水 来 汽水啊 把打饼 这刚震的 感谢啊 这啥呀 光感谢啊 你干啥呢 店里来人了 你咋不张罗呢 我学习呢 你高考都结束了 你学啥习啊 我看你学啥呢 深雕侠侣 学养婴啊 不是 哥 我发现我怎么一在家不干活 你就找啥说我呢 不是 我说你老弟 那高考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在家估分呢 你咋不估呢 我估完了 那你估多少 我估六百一 那你估的太保守了 你估一千四多好啊 你给咱小卖店一年的营业额 你全孤里 我给那存折的钱 存的全存 你分里得了吧 哥 你怎么从来都不为我骄傲呢 我没为你骄傲过吗 老爹 那前两年 你高考考四百三 我给咱家里的活物 除了你老鼠以外 我全炖了 我给你办升学宴 我给你百三十多桌 你在桌上你咋宣布的 你说我不甘心 我要复读 这四百三就不是我水平啊 那当然不是你水平了 第二年你就考三百 那不是你给我做饭吗 给我整食物中毒了 凉拌豆角 不 那 去年考九十七分 我考号填错了 你考号填错 问题咱家分不够了 老弟啊 你这九十七分 今年都考没了 那明年咋找 参加中考啊 我考这么多年 我也不容易啊 莫容易啊 咱家啥情况 你不知道吗 咱爸妈走得走 88年就上散亚了 我不想上散亚吗 我东北人 我穿沙滩裤 我在海滩 我吃着场 我这么多年 我还一如苦拉着你 我咋过的 打麻将啊 腾哥 一会儿的 你就这么过的吧 你天天就这么过的 天方啊 今儿高考出分 没查成绩去啊 是今天出分吗 索哥 是今天出吗 你有啥好敬讶的 你没参加呀 快查查去吧 这一天天的 这俩一天 天方啊 我把你高到成绩抄回来了 老师来 邓老师 你知道我成绩了 刚从市里回来 你猜猜你考了多少分 没事 多少分啊 六分啊 再看 六十八也不行 加个零 连上捏 六百 八 老爹 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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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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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下 老爹 老爹 恭喜你 终于没被分数所击到 你这啥心理素质 太吓人了 抓紧控制住他啊 谢谢老师啊 没事 哥 我终于站进来了 你可拉到吧 没有哥 你都躺地上了 我是说 我在街坊四邻的心中 站进来了 那是 这么多年 那些屈辱我都记得 是 那些骂人的眼神 我都记得 只有哥 一直在你身边 鼓励着你 你骂得最狠 我那都是为了激励你啊 老爹啊 我跟你说 这街坊四邻呢 对咱都挺好 考着分低调点 别太张扬 听说没有 你放心吧 我就不是那张扬的人 我最低调的 这棒棒糖多少钱呢 六百八 多少 我考六百八 什么 我考六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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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豆豆 糖今天免费吃 咱家有喜事 不是 那天放高考考了六百八 那咋场那么出大状元了吗 是 我从小我说啥来着 天放呢 就是个人才 必须的 爸爸 你不是说天放哥哥是大傻子 肯定考不上吗 我说过吗 你说你了解天放哥哥就像屎克朗了解大粪 这我说过吗 你看你这一句一句你说没说过你自己心里没说吗 你问谁呢 说多了你听我心里去 我爸他还说 豆豆啊 不说了啊 带你爸回家回忆吧 我要破房了啊 你去啊 多多了 那他要还说啥 我再跟你说 好孩子 在哪一个呢 错了 错了 全错了 不是你喘口气 这儿邓老师啥玩意错了 肯儿啊 我对不起天放 我更对不起你 邓老师 我一再强调 我上不了大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天放你培养的很好 好啥呀 我把天放的高考成绩超错了 什么玩意超错 那考多分啊 天放考的不是六百八 那多少 一百八 你看你这数学老师你教三十多年 你这白衣内的你算不明白 你是超这啥玩意 那我超分超的眼睛都花了 你眼睛花现在咋整啊 天放人呢 抓紧时间找着高的 我哪知道 我刚才你一说完 他像飞机起飞了就走了 啊 博考六百八 哎呀 老弟呀 博考六百八 在这呢在这呢 老弟呀 天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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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老弟呀 别扫楼了 哈哈 你赶紧拦着他 告诉他这咋回事啊 我告诉他咋回事 他不得疯吗 你看他这状态 明天说吧 咱都低调点 邓老师 这事千万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 低调低调 你让天放爷得低调点 咱都得低调去 喂喂喂喂 我是房天放 我是房天放 全场老少爷们注意了 我宣布个事啊 我高考考六百八 全完了 一会儿没啥事 都来家里小麦不集合了啊 来参加我的商学宴 那疼啊 你哥俩抓紧庆祝吧 我就先走了啊 我庆祝啥呀 你往哪跑啊你 反往灰灰 早晚抓着你 你这么严重啊 我得先走了 我得上三亚了 这真不行 我得低调 跟你一块去吧 咱俩换了 不是你快上一遍 你别 这已经疯了 这情况最好也得留好了 真的 对啊老弟你别 老弟你别 老弟你别 就是你 老弟你别 我哥求你了你真 不是你这咋跟家里人交代啊 老弟你别 邓老师 拥抱你 跟你哥抱吧 邓老师有事呢啊 哎 邓老师招啥急啊 哎呀 邓老师吧 感觉在分上对你有点亏欠 妈 六百八还亏欠呢 那咋的非得考上全国状元就不亏欠了 那怎么可能呢 我明天要好好说说他 咱俩都不一定能有明天了 天方哥 我对不起你 咋了小灯 高考出分了 没考好 你给我说说说 没考多少分啊 三百多分 这也跟我差太多了 这也跟我差太多了 我咋甜脸说的呢我真 我平时怎么辅导你的啊 你这么考你对得起我吗 你别提了天方哥 我这次还是来感谢你的呢 要不是你们辅导我 我都考不了这三百分啊 你没有他辅导 我今年都有可能考满分 面对吧 那能咋的 只能面对了 哎 你天方哥这个话说的对 该咋面对咋面对 那就好比说 那如果说哈 就是说的 天方今年就考一百八十分 那他该咋面对不也咋面对嘛 这例子举的太极端 你不用安慰他哥 我那是安慰他那么老弟啊 你过来你过来 你那啥 那个童言无忌 你别往心里去 别往心里去 你说的全对 那个天方 天方 这个我把家里边珍藏了这个二十年好久 我给你进攻 我起了 你别起了 我干了 那你要干了你就多余在这起 我哥俩还差你个人情 你回家起不一样吗你啊 那等一会人急了我再干 不是你别干了 不是你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哎你先做你先做你先做 这咋回事呢 这不再过两年 这豆豆这不也要参加高考了 我这不寻思说我过来我取取经 问问你 是怎么培养出来像天方这样的人才 那我郑重声明啊 天方考多少分跟我一点关意都没有 完全是看着咎由自取 我能考这些分 是全归功于我哥 你快滚一笔啊 不行 你说你自己事得了 你俩还谦虚上了 你知道吗 天方 你仔细讲讲 天方 我也想取取经 取经 你取不着啥 我没咋学 我属于文曲星下馆 哎呦 我三姨子那时候说了 说我出生那天呢 就天降一笑 就当时那乌云呢 打雷啊 那雷声就是六百八 六百八 我属于单客人下馆 他当时岁小记错了 三姨夫说你当时那雷是一百八 一百八 你怎么看呢 就是六百八 六百八 就是这样 拉倒吧 别吵了你 你俩要这么说的话 他我心里就有数了 是吧 有啥数啊 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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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壮业 杨叔 好孩子真好 在场里成个壮业 有点疼 好啊 天方啊 这个志愿填了吗 你咋想的呀 哎呀 志愿呢 哎呦 正愁呢 那就第一志愿就清华吧 哎呀行 哎呀 第二志愿北大吧 没面强强吧 第三志愿真没想好 那我忙擦一手修理场 不是 咱场啊 那清华北大修理场在我心里是一样的 一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情商 看似情商实则退路吧 退路 退路小胆 变你变 天方考这老高分 没有那么高 他要啥退路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俩今天一点退路不能有 杨叔你心疼心疼我 我嘴都起泡了 妈呀 来来来 你俩爸妈上三亚上得早 是不是 在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们 我说过没有 你别吓 我说过没有 你千万别吓 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 就上杨叔叔 杨叔 50对 上 50对 50对 上 50对 你现在都走过50对了 你再帮我 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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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王天放 我是王天放 老师 你把他成绩单给我就行 邓老师 你跟我说这些都没有用 知道吗 我的使命 就是将成绩 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上 你先下来太沉了 谁是王天方 我是王天方 高考成绩 时间宣布 这合适吗 宣 王天方 180分 哪颗啊 总分啊 一百八十分 整了这么大阵仗 怎么他去年考七十分啊 老弟你听哥说 咋的都是骄傲 知道不大 你千万别老弟 小腾啊 怎么回事啊 你问他吧 都赖我 把天方高考成绩超错了 你先别弄这些了 你赶快看看孩子有没有事啊 宣布哥也太可怜了 他现在指不定在什么地方哭呢 他现在 天方那个孩子 特别脆弱 心也重 我老弟 我就请求大家 千万别把这份的事跟别人说 好不好 咱就保密就完了 行不行 千万不能 喂 我还是天方 我更新一条消息 我没考六百八 我考一百八 那大家就自己在家做点啥吃吧 不用来我家吃饭了 升学宴取消了 以上 什么呀 天方好孩子 好坚强 这样只能给家里省钱啊 哥 不是 那已经到的人还能吃上饭吗 你别哭小东西 随便吃啊 另外 我明年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天方好 今年的成绩 老弟 哥还想说句话 不管考多少分 开心快乐 好吗 对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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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奥利的 你来吧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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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得多少分 但是大家都满意的一个朋友 对 来 我们给这个视频 哈喽 场状元投票 3 2 1 来 我们有请演员 大家辛苦了 这房真帅 火 这房真帅 大家好 我是酷酷的唐 我是天放 我们是 所以最后天放那多少分 这个我们想给大家留一些留摆 但是我们设计的是430分 就跟第一年是一个分 第一年考的一样 对 那天放你在生活当中 就是考了多少分 肯定比430低吧 反正 我本来以为是 分怕写太高了 说天放 他能考这么高 不真实 也有这一部分考虑 那这是整个呱呱乐全员是吧 没有 还有展豪 差一个展豪 差一个展豪 来了 这个本摆到昨天真撑5点多 想把战豪加进去 使劲使劲加也没加进去 就差一点 对 宣言闹起 我很喜欢这个 就是从开始 他有一种电影的感觉 就是那个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上来就是把你慢慢地带进去了 就很喜欢这种很流畅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酷酷的唐跟天放两个人 找的角色都特别好 就是天放他身上的 就是你一看他不可能考680 对吧 对 就是这一部分 确实也是削弱了很多 因为我们完全没建立 说想让观众想进去那里 对 然后呢 他最后呢 他也不是发神经那个 他就跑 又去大喇叭跟大家说 哎呀 这事就过去了 就我觉得这个角色就长得特别对 让我觉得整个故事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我要给你 谢谢范莉莉 恭喜马亦老师为你喜上加起 欢迎开了 好 感谢范莉老师 马亦老师为你们喜上加起 他们俩所有的作品 你通关下来啊 发现他们俩那个节奏和那个调门啊 一直控制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 对 两个人就很舒服配合的 对 对 我很喜欢他们这一组年轻人那个 往上冲的那个劲儿 就是一往无前的 嗯 他们整个团体就有这个非常强烈的 一股少年气 这是我喜欢的 谢谢 这次艾莉莉老师来 我学了一个词叫 信念感 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里面 就是她的一派生活在于 很多角色都有信念感 比如说你逗逗那个角色 是有信念感的 逗逗你那个角色是个什么丫头 就是大漏勺吧 而且孩子里说我过两年就要高考了 我不应该那么傻的 所以就是得自己去自洽 可能我爸爸把我保护得太好了之类的 他老在家喝酒 我可能偷喝过之类的 有人无小赚 那三句话 但是这个人得追到偷喝过酒的这个 冬哥 我也要不要怕冬哥 你说 这个厂长太好了 对 这太对了 太对了 这厂长巨对无比 太多了 来那个样子 那个状态太对了 我跟你讲 他上来拍天放 我肩膀都疼 大壮业 好 超孩子真好 在厂里成个壮业 有点疼 哇 这厂长演的 你这个厂长 要倒回去是有人无小赚的 对 可能老师超窜分 是可能和厂长有关系 他俩在屋里喝窜了 咱不展开了 这是下一个作品 这是下一个作品 对不起 那个大索那个人物呢 我厂里技术员 但是呢 心中有一个文艺梦 每年厂里的慧眼呢 都是我写的剧本 没事还往那个报纸上 偷偷搞啥的 哪有这么多故事 写了4万多字人物小赚呢 那胡博呢 我这就是一个 偷鸡倒瓦的一个 小老板 小老板 他很有钱 他穿的是那个 孟特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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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雷的那个 我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一个送信 中国邮政 对 就是我敏 他这个是那个 我高考吧 就没考上 然后我就干这个送信的了 所以我要把每一份成绩 都送到考生手上 对 所以我很谨慎这事 对 那两个狮子怎么也没得敏了吧 就是 就是 抱歉 也有点 真有 还有 就是雄狮少年 然后呢 喜欢看点就是这种英雄本色这样的电影 然后呢 所以留点就长头发 觉得自己特别时髦 然后小灯为什么刚上场的时候那么沮丧 说 我被他俩给劫钱了 他俩那个 上场钱把我堵了 我刚给他们30块钱 我就赶紧跑了 上豪也有 我是大索的徒弟 非常仰慕她的文章 包括她的吸引梗之类的 这有什么原因 我是 因为我是场里的主持人 因为有其他地方的活儿 来到了大厂 所以小厂就没管 啊 对 真对 哎 这是不是个电影的那个感觉 是全都展开了以后 就是个电影 这个就是创作里面最最重要的 我演员做功课 做的就是这个功课 剧本里没有的 但是你心里全得有 所以在台上跟任何人 演人物关系的时候 全都知道我自己的规定情境 和我的人物角色 知道这个人是谁 你看他的眼神就也会不一样 这就是功课 对 来吧 西程老师 我觉得我先来讲这个作品啊 首先这个作品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那种 上了以后就给你提供一个喜剧的一个语境 这个语境既有现实主义的这个色彩 又有很多的人情味 在戏剧情境上又提供了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喜剧的一个构架 就是那个落差 这种就是最好的喜剧 因为里面有一种喜剧的能量 一种生命力 一种活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肯定是要拍灯的 但是不要着急啊 但是我接下来要想讲 特别讲一讲表演 我认为这个作品里面 大家在这样一个语境下 都是容易演好的 包括在旁边 就是一闪而过的那种演员 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 就除了那个狮子 是广东狮子以外 他是广东人 他是广东人 他一个也是飙不过来了 但是 但是我认为广东狮子不是不可以 因为东北人也唱广东歌 对不对 而我认为酷酷腾 其实演得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细腻的在填所有的缝 他是垫在底下的一个角色 他所有的这个注意力 以及所有的包袱 他全部是给别人的 第三志愿真没想好 那我忙擦一首修理场 他要在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缝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角色非常了不起 而天放的这个角色 我真的在台上看到一个年轻的黄渤 我相信如果是年轻的黄渤上来演 我觉得他也能够有这种 所以呢 说天放帅也是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了 也是可以理解的 很难以接受 但是可以理解 很难以接受 但是必须不得不理解 我必须对你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我说的是两个点 一个是当你第一次知道是680的那个点 因为我看过很多小视频 就是那个真的报了那个分数 那个一下子就是真的 他们没有想演喜剧 但是你看到他那一刻的时候 观众想替你哭出来 我觉得这一刻你还没有稳稳地抓住 就是你光想到第一层的那个高兴 你少了一个真的拿到680了以后的 我的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委屈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个点是当你发现了 180以后 前面的已经这么热了 你要让整个这个剧场的这个空间 能够被你一个人就像一个冰山压下来一样 就是完全收下来 你要敢于停住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停在那里 去感受那个你的委屈的那个能量 然后你再走 走了以后呢 那个喇叭里面 我觉得那个处理特别好 因为你是在场外处理的 然后回过头去以后 等一等等一等 我还要说一句话 我明年还会再考的 这个让观众完全去感知你在场外 你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过程 那一块观众我觉得眼泪也是会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作品 如果把这三个点如果做到的话 这作品会更加感人 会更加好 谢谢老师 这只是已经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们的这个创作不要停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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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许多老师 我给一个 感谢许多老师获得为你们喜上加起 谢谢老师 那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作品 来 让我们看一下分数 一万九千两号标 让我们来看一下导师投票 为了 老师 两万两一百票 谢谢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两万一百票 恭喜��하면 bunun 恭喜 恭喜 拜拜 拜拜 gre jours 拜拜 谢谢大家 辛苦了 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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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点开心股啊 今儿有花生 宋慕子 三个月前 我追你走了三十六个游乐城 四十九家理发店 六十四个按摩店 和八十一个餐厅 还是让你跑了 我就是越来越生 吃喝完了让我着磨 那几百家店主都说你是合法消费 你哪来的去 救不生 要不 你问问我呢 我就要听他说 救风 你说不说 太晚了 他用的美团团购 美团团购 美团团购 游乐场 摩天理发店餐厅 哪儿哪儿都能团购 哪儿哪儿都能收钱 美团团购 变好多 省好多 是这样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成为微博美照男呢 你看我这样行吗 我觉得我更有冲击力 我觉得呀不用那么麻烦 哦我明白了 就是要学会花式熬造型 什么呀 是用华为ture70系列就行 轻松捕捉每个瞬间 张张高清大片 漂亮手机呀拍什么都漂亮 你还学呢 赶紧买个手机呀 好 本周美团团购 喜人奇妙夜的演出 已经全部结束 美团团购 电好多省好多 接下来是美团团购 公布结果时刻 好看一看 截至目前三团的积分情况 截至目前 几团积分榜排名第一的是 排名第一的是九条命 38300分 排名第二的是刮刮乐 38200分 好 好 那我们前面六个作品的录制 到这就该一段落 我们下周见 美团团购 店好多 神好多 本节目由美团团购 独家冠名播出 红瓶更健康 绿瓶有点甜 感谢全部来自天然水源的 农夫山泉 联合赞助播出 吃善存 营养每天 看喜剧快乐无边 本节目由国际品牌善存 特约赞助播出 买AI PC 认准Intel酷睿Ultra 酷睿Ultra 给你一颗AI的心 Ultra每一种可能 来个博士壁挂炉 开启生活Easy模式 感谢科技成就 生活之美的博士 指定赞助播出 人类又在前三年 自己拿捏主动权 感谢爱他美鼎沛 领翼指定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做着舒适 开着智能的一系大众 全新一代麦腾 指定赞助播出 华为Pura70 拍照没他不行 超聚光伸缩摄像头 漂亮手机 拍什么都漂亮 本场依然是观众烦恼主题赛 同时也是半球赛赛段的最后一场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作品了 希望思念成绩 能收一个好的尾 有一些不舍对这个舞台 结尾呢 其实还想给大家带来一个 比较热闹的 值得回味的一个作品 很期待登上舞台那一刻 这一次我们拼了 我感觉 命运的齿轮 开始转动 坐起来 哎 走 骂玩家 你再 过一遍 你就是一个大飞猪流子呀 哈哈哈哈哈哈 在这个舞台上经常能享受这种神经的快乐 特别变快 我太喜欢了 同志们 来活了 魔王的仙依 哎呀 哎呀 哎呀我的天哪 谁把你打回原型了 笑一笑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的男朋友一定是周杰伦 颜佩伦 不是啥意思啊 周美极就是我梦中情人 我听到最完美的答案 二叔你很吃香的 你有三位女的盯着你啊 你投入了吗 那你投入谁了 接下来是梦布结果时刻 排在第一的是 这个分数真的令人绝望啊 哈哈哈 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喜人奇妙夜 每周五中午十二点 腾讯视频及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全网读播 关注公众号 东七门更多小队故事 等你解锁 打开腾讯视频每周四 现在开始喜人聚会 看喜人超前营业 每周六喜人陪你看 剧场展演版 每周日喜人夜聊 惊喜加根 每周一不好笑惩罚事 暴笑来行 SVIP全一加码 可抢先七小时 看加根和眼神内容 超多喜人宇宙眼神花絮 等你来看 微信搜索喜人奇妙夜 pick你最喜欢的作品 打开腾讯视频 搜索喜人奇妙夜 排会员 引喜人哈哈礼包 像剧场展演版 观看券等五重权益 关注腾讯视频VIP 微信公众号 可参与周会员哦 打开腾讯视频APP 最新版本 点击喜人奇妙夜 屏幕播放框评论按钮 为喜欢的喜剧作品 互动送道具 分享视频 增加热度 榜单作品排名 将每周更新 参与互动解锁 惊喜福利 关注腾讯视频SVIP 微信公众号 get更多优惠信心 上微博参与喜人奇妙夜 话题讨论 和喜人们聊聊 你喜欢的节目 上微博进入喜人奇妙夜 整合大赛 话题业和洗脑团 一起参与二超活动 上微博参与喜人奇妙夜 笑后感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观后感 关注新浪娱乐 精彩内容早知道 上知乎搜喜人奇妙夜 和知乎打主畅聊喜剧 嗨过周五 关注公众号东七门 更多小的故事等你解锁 大家一起重聚 我觉得太难了 就好像重新一次的那种感觉 这不仅是一次旅行 也是一次幻星的洗礼 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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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大家好 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梁龙 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薛志谦 还有一位摄邀的策划人 都知道是谁了对不对 让我听听你们为谁而来 我们将带领一群音乐人 通过每一场真实的线下 售票演出 一步步冲到属于 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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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